很奇怪 这个排行榜里面 怎么会没有中国呢 蔡博士这里面有端倪 纽约时报报导 中国的企业现在正在缩小 跟美国的AI技术差距 中国的企业更愿意用 向这个用户发表这个技术 然后分享了底层的软件 的这个程式 开发开源AI 就是中国在全球竞争 后来居上的机会 因为开发更多的 一些隐藏型的这种 技术学霸出现 最近 大家有没有发现 在网路上 有很多人很会跳舞 那我不会跳舞 他就说 你只要上传一张你的照片 马上你就变得像 这个影片里面的人一样 能歌载舞 看起来一模一样 不像以前说很假 一张照片死死的 他帮你用AI 整个完美的融合了 可灵最新的这个 快手推出的影片生成技术 输入简单的文字指令 最长他给你两分钟的影片 甚至用3D人脸 跟人体重建的技术 就可以展现一张照片 你看起来唱唱又跳跳 申请人数破百万人 你看到的这些AI 这些很多都是应用在 这个年轻人早就在用了 但是呢 2024年全球超算500强里面 前五名 美国美国日本芬兰 不可能没有中国啊 有人就在猜 因为中国根本就不参加这个国际的 这个论坛了 为什么 因为怕你知道我太强到说你提前卡我怎么办 这是两件事情 对于中国的软体这个应用的行业来讲的话 的确有非常非常杰出的一个表现 然后其中有一个原因 因为我们知道这些现在最重要 不只要处理文字 还要处理图像 还要处理影片 还要处理声音 哇 发扬很多 还有文字影片 还要互相交换这些 然后这些各式样的软体在处理这些 这些不同的东西啊 又会叠加成很大的软体啊 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 它一定有个原始码 就source 有个原始码 然后中国的很多的这个企业啊 软体企业 它经常用open source 把自己的原始码开放给我 其他的这个开发商来应用 所以一款的 一款的这个 一个所谓的 这个软体啊 经常会有一大堆人参加 那就不断的发展 不断的发展 最后哎呀 我自己觉得很得意啊 我用同样的原始码 就是人脸辨识 多厉害多厉害 那帅张军的公司 就没什么了不起啊 我们脚趾头都能够辨识的 就这么不断的去弄 弄出很多发展的技术出来 所以速度上很快 那美国人在这方面啊 就不太愿意分享这种 软件的这种 原始码 我们叫城市的原始码 这我的专利啊 我抱在我手上啊 你要用的话付我钱啊 对啊 来 问题 帮你开发的 这些下游开发商 他觉得 我都还没赚到钱 我怎么付给这么多钱 我怎么赚多少钱 所以 从整体来讲的话 在全球竞争的话 光要去把AI发挥到淋漓尽致 美国在这边就有这种金钱的计价 产生了障碍 那中国大陆这方面就很高 比如说 我华为盘古大模型啊 那我开放啊 你做气象 你做车子 你做什么 你做医疗 好 水在你啦 对不对 我就把原始码告诉你 你全部去弄 他即使有收费也收得很便宜 那就有一道菜开发商 愿意投资下去 在不同行业里面去做啊 那到时候我华为的这些 AI的盘古大模型 我就是老大啦 因为我底下图纸图丝 至少几万人 就像华为不是最近开APP吗 他就把就是这个 鸿蒙系统的原始码开发 原始码给所有人 每一个人上面写APP 一下子几万个APP 跑出来啦 如果要收钱的话 那就比较麻烦了 就会有障碍 直接跟微信说 微信不收 微信不收 对 所以这两个不同系统 才会纽约时报 会抱怨说 因为中国企业 就用这种方式 拉近了跟美国的 AI的技术差距 尤其在开源跟应用层面的方面 那这个 这是个所谓的 新推出的这个可怜 的确很夯的 他就是我所讲的 把影片声音文字 全部能够混在一起 生成很迅速的 这种视频 年轻人当然很喜欢啊 我们以后看的视频 就真的是难辨真假 对我在念一个声音说 帮我做一段影片 一针 针一针跳舞 马上跑出来 我都开心啊对不对 对 我就不用剪七弄个老半天 对不对 他赢了 我也不用 我也不用在那边练得这么辛苦 对啊 至于 这个所谓的 超级电脑或者超级计算器 中国一定不是排第一就排第二 就不用去怀疑 所以华尔街日报有讲嘛 他说这个创始人就说 哎呀中国有更快的 只是他们不对外公布 没有啦 因为你现在要超级计算机 应用到的高端的GPU 越来越多了 那以前在买这个GPU的不受限 那现在要吸你带的GPU 美国就卡你了嘛 那中国现在做这种高端的晶片 还是有点的技术上的差距嘛 那我们将就用一下 我们用 我们虽然没有3奈米 我们就用7奈米了 对不对 用这样替代替代替代 那替代 你还是可以在软体跟其他方面 来让你的超级计算机 站在很前沿的地步 可是要去跟人家争排几排期 到时候美国都那个极光公司说 奇怪 你这个为什么中国的 哪一家公司的超级计算机 跑到我前面来了 我就要要减 要减就是开始什么 一样游泳一样就开始要减 像华为一样 你用了NVIDIA哪一款晶片 那对不起 美国政府就封锁你了 马上被禁 那个超级电脑的晶片经常换 你不要以为晶片用不坏 这样子 是经常要去替换 因为它是在一个 一个温度蛮高的环境里面 在运转的 所以要用很高的冷气去催它 对 他们现在在贵州山东里面 不要用冷气 恒温 还是有 不要冷气 不要省 不要省 那边是最大的一个电脑计算机的中心 你以为他在那里吃饭的 他当然做提东西出来 对啊 中国现在学聪明了 对啊 不怕你这些傲博 要不然要被抓去要检对不对 对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 曾经美国请全国之力 来杀华为要救苹果 结果呢 我们来看一下最新数据 彭博社 市场追踪机构呢 iPhone第二季的出货 在中国市场下滑3.1% 那竞争对手出货量年增11% 苹果也跌出了中国前五大手机制造商 这是四年来的首建 好那接下来呢 大家说买手机啊 你会不会想买折叠手机呢 这请教舰长 因为最近折叠手机 它厉害在什么地方 就是它要有一些技术 比如说你要折不坏啊 比如说你要够薄啊 你不能折叠手机 然后这么大一个吧 这是汉堡机了 好我们来看哦 中国的折叠萤幕手机 市场主要厂商的份额 好包含华为啦 小米手机又出折叠机啊 我们看一下 目前呢出货量达到了257万台 表示这是现在领先的趋势 华为持续领先 我们看到华为就市占 41.7% 那么华为的Nova的 这些手机呢 8月5号晚上7点 要正式发表了 重点我刚讲到的 听说女生啊 用这个折叠机 当然想要它越薄越轻越好啦 6.8厘米的轻薄 然后呢它有 鸿蒙的AI去玩系统 然后后置镜头 女生最喜欢的自拍 好5000万画素的悬停自拍 好这些都是 符合消费者需求的 那么再来呢我们就看 诶那苹果有没有跟上 其实应该这么说 没跟上 因为呢现在啊 中国的市场都已经烧成这样了 但是苹果呢很抱歉 你想要等苹果的折叠机 你要等到2026年 主要呢它现在啊在想办法 折叠中间一定会有一条线 怎么样来消除呢 还有厚度怎么比现在的机种再薄一半 好但是其实啊中国大陆的我们看这个啊 西工大学它有一个新的科技啊 长循环柔性金属电池 就在这里面得到了一个突破 如果在纸里面 这个我想象了非常久 植入复杂的电极材料 然后呢两张纸就一个正极一个负极进行物理结合 你就可以有柔性电池 折叠手机就可以达到任意角度的折叠 以后电池就不再是有固定的这个形状大小了 我首先说一下这个折叠机的应用 很多人想折叠机就是花绵变大嘛 其实它不是 我后来知道它真正的应用不再花绵变大 像好比说如果你今天操作电脑 桌上型电脑 你有几个程式在那跑 通常你要切换来切换去 底下你一点就会切换对不对 手机你怎么切换 手机没办法切换你要跳出去 那好比说我现在用手机订一个火车票 我现在来这订火车票 订完之后它会要求你输入那个叫做那个验证码 那验证码是在那个传那个电话过来的 所以你怎么办你要跳出去 然后找到验证码 你还要记住它 我们这个年纪大了 七个数字记住 然后还要翻回去 我还一直在念那个东西翻回去 翻到哪去了我不知道了 就它回不去了 可是如果今天你是个折叠机你知道 左边是订购的 右边那个 它就是一个双画面的 现在两个手机让你去用 双萤幕 我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 因为现在手机的应用是越来越来越多了 然后你再看苹果说这个两年 2026才能够发展出来 这个现在的尖端科技 一下子2026 现在在用的就已经被淘汰了 那你就发觉它两年才准备做一个折叠手机 小米三年做了一个电动汽车 你就发现原来这怎么差异这么的大 然后最后它说的那个叫做什么 柔性电池 柔性电池它还是一个 它其实是两样东西 一个叫做长循环 柔性电池 什么叫长循环 就是一个可以蓬富的充电 充电用很久 就是免坏的时间会拖很长 这很好 其他更重要是柔性电池 它中间有一个奈米的一个 碳奈米的一个管子 然后外面是一个纸包子 它最大的好处 它的量产非常多 因为它就是纸 纸的那里面 它存在一些很特殊的一些纤维素 然后就能够做成了 这个叫它如果有一天真的能够成的话 那真的是对这种折叠式的弯形的 那真的是不得了 因为现在的电池 都是一个硬邦邦一大块 跟个钢板一样的 那未来这个东西 希望能够做成 但是现在讲的 好像是真的是非常的美好 最近我偶尔都会看到一个 中国大陆 哪里一个研究机构 说出一个让人觉得 哇天哪 好厉害啊 我希望它很快实现 因为呢 谁 大家有没有发现 谁能拿下电池 谁得天下 最近几年就有这样的一个趋势 接下来呢 导播给我下一张电视奖 请教帅长君 这个是来自德国经济学人的 这个报导哦 它的报导主题就叫做 为何习近平秘密的 基存战略物资 因为这篇报导你知道 加上现在环太平洋军 两岸的问题 会让大家想象 这个真的是否 2025 或者是否2027吗 好我们接下来看 到底囤了些什么东西吗 这个帅长君才知道 囤了这些 真的放得到打仗的时候吗 好大宗物资 去年全年增长16% 今年前五个月增长6% 包含了小麦玉米大豆等等 再来还有中国原油的部分 这个你要想囤这些物资 准备马上打仗 现在看不出这个吉祥 但是它那个小麦玉米增加 是有可能的 因为什么 大陆的畜牧业很需要这个 现在大陆老不幸生活富裕了 不像以前吃粗粮就可以过了 现在这个肉类的需求 奶制品的需求越来越大 所以它会增加 原油增加也是 就是能源储备 当然多一点好一点 至于说是要准备打个大仗 你要武统台湾也用不到这么多 好像也是 你要跟中美开仗吧 这两国也只能海空之间 发生一些冲突 也不会大规模像二次大战 地面相接 那中国要跨越欧洲 跑到美洲还打不到 你还隔了一个大海 所以这个问题 这个分析师有点是违言耸听 违言耸听 因为中国大陆再怎么样是14亿人口 这个增加百分之几 这个不算什么 因为最近几年天气变暖了 洪水收成都有问题的 这个多一点存量 我觉得是没有错了 所以与其说是为战争准备 为战争准备不是这样准备 对 越人民缺粮 因为先你看 随便一弄一个台风来 大陆又水灾 像气候异常 洪灾 气候异常 天气太热 台湾现在为什么蔬菜那么贵 天气太热 太贵了 太贵了 那你这边只是种菜的 还没有备淹水 淹水的菜也蛮贵 所以一定的 这个我觉得对自然灾害的需求 它比较大 而且开发这么多工业 它石油用量 因为中国大陆还有很多成分 是在用煤 它一定会慢慢淘汰煤 所以天然气跟油 它需求的比较大 要不然需求大 也是从俄罗斯接管子过来 是啊 也不是你美国卖给它 对 也不是你美国卖 所以你卖不到这个生意 嘴巴酸酸的讲这话 您讲中了 就是这样子 所以五角大厦分析师就说 你这库存量让我们美国人很担心 因为你大量购买 你提高了这些 你知道就是这些产品的价格就高了 你又导致我们美国通货膨胀 你还有一点 他不是买美国货 对 包製人都不买的 一米小麦买的是别的国家 美国就没赚到 牛是买俄国的 两买巴西的 鱼产买阿芬廷的 美国当然酸嘛 还说他就要为打仗 是啊 美国的分析总是酸溜溜的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请教舰长 我们说海底的采矿 海底有很多矿产 海底的采矿很难 水压啦 技术啦 中国真的已经突破了吗 开拓二号完成海市 而且它这个深度 4102米 就是上海交通大学 他们自主研制的深海 而且是重载作业的采矿车 连续五次着陆 这个底层的采矿区 然后水深是突破了4000米 所以这是不是代表 为什么最近南海变重中之重 然后呢要研发一些技术 不然这些矿也采不到 整个地球啊 它71%的表面是海洋 那陆地呢只有29% 那陆地它大部分已经分配完了 哪个陆地归谁归谁 但是海洋这71的里面呢 海洋的71里面有64%公海 技术不属于任何国家 是个无阻的 那陆地的资源基本上已经 采购完毕了 那剩下的就是海里的资源 海里的资源呢真的是一个 我们人类不知道的一个世界 可能远远远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 那因此人类未来 所有的大国都把它的目标 瞄到了这个海洋 海洋的开阔 那大国战略要做海洋的话 那像这个开拓二号 这一次我们做这个开拓二号 它已经能够到了40100米 对不对 它的设计是到6000米 全世界超过6000米的海洋 在公海里面有多少你知道吗 1到2%而已 就是说如果它能够到达 它所有的6000米 在底下作业 那只有1%或2%的公海 它去不了 那全世界的海洋的平均深度 是3688米 所以我说到这里你知道 任何一个大国强国 它一定要把它的战略目光 锁定在深海的探勘 它这个做的就在做这件事情 那目前全世界潜得最深的 能够在作业最深的 就是中国大陆这个开拓二号 那除此之外 领先的人分别是日本 美国 加拿大 还有欧洲的一些少部分国家 其余国家一点能力都没有 因为光是到达这么深的 你就知道 好比说4000米是400倍的大气压力 你要在底下怎么走 那底下的海底是什么样的形形 是很黏的 很硬的 或者弯的很大 那下去这个东西 它怎么作业 它怎么挖矿 那是一个很未来的 能够在50年之内的人类 突破这海底的探勘 我觉得那是一个不得了的成就 月亮都已经开始挖了 所以在海底地球绝对没问题的 真的是上山下海 我来单巴巴科普一下 五项重大的基数突破 刚才将军也讲到了 美国也在做 日本也在做 中国大陆也在做 但中国大陆就说有些黑科技 可以来突破 少走弯路 比如说不同类型的海底环境 都可以进行 有智慧系统控制 突破了大水深 4-6000都没问题 重装载设备的 布放跟回收能力 然后突破了深海对环境的 扰动阳城跟雨流状的 监测跟评估技术 海底黑蒙蒙 里面什么你都不知道 接下来蔡博士 大家说美国很多东西 为什么追不上中国 因为美国的 经济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当然没钱难办事嘛 也包含了为什么刚刚看到了 哎呀酸溜溜的这些报道 我们来看一下 美国目前的状况 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 截至7月26号 美国的国债是35兆多 逼近35兆美元的大关 平均每个人负担 是10.4万美元 如果换算台币呢 是每个人负担了国家 341.2万元的债务啊 就连华尔街日报都报导 因为利率高 然后呢 营运成本上升 美元走强 再加上呢 产品售价下跌 全美各地的工厂制造业 受到了压抑 比如说全球最大的农业机具制造商 迪尔 从去年11月以来 裁员了2100人 那包含了同业呢 他们今年也要裁800人 我在想啦 或许呢 也是受到了 有没有受到中国的市场的影响 等一下请 这个蔡博士帮我们分析 还有休闲用车制造商 上季营收下降49% 就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美国很多的企业 以前可能称霸天下 那现在可能不敌市场压力吗 跟大家说明一下 有时候我们看单项的数字 有时候我们看整体的数字 比如说上个礼拜 这个美国联准会开文会说 哎呀我们八月份战节不降息 我们九月份准备要降息 一听说降息就表示 股票市场的融资成本降低 所以消息出来 美国的股市就开始涨 就涨不到一个多小时 美国的这个制造协会 就公布了这个7月份的PMI 就采购经理员指数 就采购经理员 他拿到多少订单 他买多少货的这个指数 一架子重挫到了46 为什么 因为PMI的计算方式是说 50是表示哎呀 这个跟上个月一样啊 我订单也没有增加 也没有减少 我存货也不要买太多 不要买太少 就是上个月怎么做 我这个也怎么做 到46就表示说 你经济衰退开始的 警讯来了 为什么 就是我要减少 比上个月更少的 采购量 为什么 因为我订单少了 一下子一个月里面 订单少4% 那你想想一年下来要少多少啊 所以就变成一种先行指标 经济衰退的先行指标 那好笑是在这里 差不多比这个美国的PMI的公布数据 早一天而已 中国大陆公布是什么数字啊 PMI从51掉到49 后美国媒体上 你看看中国大陆经济不行了 快崩溃 就自己公布出来46 就要蹦 整个股市要下跌 大跌 就哎呀 有时候 这个邻居比青年种 比他隔壁的还严重 台湾蹦 台积电跌的摔得很惨 美国台积电ADR大概只摔4点多 台湾台积电ADR摔了快6% 所以你就知道 这有时候这种 这种担心经济衰退 为什么会经济衰退 一个原因地缘政治 就是美国人想说 哎呀我地缘政治 我们把全世界割成好几块 我不跟你中国来往 这里不跟你中国来往 经济学上的理论就很清楚 把世界原来的供应链的 这种全球市场割裂开了以后 第一个成本会墊高 第二个订单会减少 那可是问题 现在还不清楚说 这两个所造成的后果 到底是美国承受比较多 还中国承受比较多 还是其他隔壁邻居 哪个地方承受比较多 平常来讲不太清楚 那如果以中国跌到49PMI 美国跌到46PMI 就美国本来想说 我自损500让中国损1000 对 结果最后结果发现 损1000的是美国 中国只损500 对 因为这种经济活动很难去细分到 比如说哎呀我是当医生 我说哎呀这个黄建长 你这体温38.5可能是感冒 那也有可能是你刚才喝了热汤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只能大概一个充况 我喝热汤 喝热汤 不知道 这样没讲经济学跟医学一样 就是总体方向看得很清楚 可是细节不太清楚 那现在美国衰退了 那问题就来了 你怪罪利率太高 你怪罪延运成本太高 都是理由 但是只要你有订单 你就怎么会在乎 就是你没订单 那所以订单才是主因 那订单来源就很多因素 所凑成那不是单一因素嘛 那这个是美国现在很确定了 制造业是处在衰退的状态 46一定是衰退 49我觉得 大概还是喝热汤吧 如果说 这个皇家长体温说39度了 你说我相信当喝热汤 我才不相信 对不对 所以美国是真的衰退 真的发烧了嘛 那中国就可能 这个喝了酒要干嘛 我不知道对不对 那缠了美债 导致比较有趣的事情 很多人都说 你怎么老是看法跟别人一样 美债没问题啊 为什么 我解释给大家听 不能用美债去处理人口 因为不是每一个人要负的 一定要处理GDP才是标准 然后他现在 人GDP25兆 所以他是130 130 很危险不危险 新加坡165 日本200啊 所以要看价 不要看量 价是什么 有没有超过7% 以前意大利的时候 他的负债是112 就产生危机啊 为什么 他的利息跑到7%了 炒到7%是什么意思 10年级跑7% 都70%打折 你看多严重 就没有人要买了 所以就会产生债务危机 但美国现在还没有 到底谁有危机呢 谢谢我们今天三位专家 讲得非常清楚哦 记得我们的好朋友 帮我们按赞 应援频道帮我们订阅起来哦 谢谢大家 我们下礼拜再见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酷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增强 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前家人 专属你的KS Rule Your Care